都说今年实体生意不好 那服装店到底还能开吗 直接说答案 萌新小白最好别进 我看到的市场 说整体下滑或者低迷 我觉得也不完全准确 准确的答案应该是冰火的成天 冰的店铺除了节假日 或者是上新偶尔的爆发 其他的时候几乎都是下滑的状态 做业绩吃力 将近很多老板都深有体会 这是冰的店铺 那火的店铺就不用说了 生意持续火爆 业绩逆势增长 在我看到的店铺里 那些面积更大 更有明显的特色的 比如款式好 逼格高 价格又实惠 但是谁美含在线的 都有脱颖而出的 而冰的店铺 绝大部分都是维持平庸 没有明显的短板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色 哪哪都行 哪哪都不拔尖 自然在竞争中就处于劣势了 所以在开服装店之前 先问自己一句话 你这些人的痛点是什么 然后把他们的痛点 变成你店铺的优势或者的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这样 你才能把店铺做好做大